很多人养胡椒木的方法都是错误的 新手在家里怎么养好胡椒木呢 大家好 我是一木 欢迎点击我头像的家号 关注我一起来学习养花 这胡椒木是一种非常经典的家庭绿植 它的叶片翠绿油亮 而且光泽感很强 摆在家里生机勃勃 但是很多人养一段时间就发现 它很容易出现大面积的黄叶落叶现象 越养越稀疏 叶片越来越少 非常难看 甚至很多人养不到一年 就把它养死了 真的非常可惜 那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 都是因为大家不了解胡椒木的习性所导致的 在这堂课程当中 我们将会详细的教您胡椒木各方面的习性 帮助大家在家里养好胡椒木 那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学习吧 大家眼前摆的就是一盆胡椒木的盆栽 我们来说第一个知识点 就是胡椒木这种花 它是喜羊植物还是喜鹰植物呢 在这里很多花友都有误区 觉得这个植物啊 它比较喜阴耐阴 其实这是严重错误的 因为胡椒木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喜羊花 它不喜阴的 大家在家庭养护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它呀摆到南向阳台 接受充足的光照去养 不能养到室内 如果你长期养到室内 它的叶片啊 养下去之后会严重的落叶 你会发现它养啊 越养越稀疏 叶片越养越少 什么原因呢 就是长期缺乏光照所引起的 所以如果你想让它长得好 一定要晒太阳 如果大家不相信呢 你可以去生产胡椒木的啊 这个苗圃 生产胡椒木的花卉公司 你去转一转 去看一看 你看他们把它养到室外 还是养到室内 我告诉你绝对是养到室外 懂不懂啊 它只是在盛夏季节 35度以上高温烈日的时候 它会在上方搭个遮阳网 它怕上方有晒斑啊 因为晒太强了 有点晒斑不好卖 除此以外 它都是放到阳光下随便晒的 所以它是非常喜阳的植物 在这点大家千万不要搞错了 记好了 养好胡椒木 光照是第一要素 我们来讲解第二个知识点 就是胡椒木啊 它怎么浇水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到 这种植物的习性 就是它是一种比较洗水的植物 因为它的叶片密度是比较大的 虽然它的叶子小 但叶片密度很大 它蒸发的水量很大 所以它特别洗水 所以我们给胡椒木浇水 你要有一个宁多物少的准则 就是你情愿多一点 你也不要让它严重缺水 因为一旦它缺水 是很容易枯叶和落叶的 一下子就掉叶子 枯叶子 所以我们给它浇水 一定要宁多物少 这是基本的准则 那来到每一天 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去浇呢 大家不要去死寂硬背 什么两天一次 三天一次 五天一次 你不要这样 这很容易出错 我们正确的浇水方法 是要采用观察它土壤的状态 来判断要不要浇水 具体怎么做呢 我们浇水之前 你可以用眼睛看下它的土壤 或者你用手去摸一下它的土 如果你一摸 感觉这个土是湿漉漉的状态 非常的潮湿 那么不管隔了多少天都不用浇水 明白吗 哪怕是冬天 你隔了一个月 你去摸这个土还很湿 那我这一个月都不用浇 你放心它不会干死 那什么时候要浇呢 很简单呀 我把手一摸 感觉这个土非常干燥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 给它把水浇上了 你采用这种方法浇水 它永远都不会缺水 也永远都不会积水浪根 因为我们每一次浇水 都是保证它在缺水的状态下浇的 明白吗 但是缺水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 你不能说等到它的土完全干透了 这个就很难把控 因为干透了 有时候你没有浇上 它就会缺水 就会那个枯叶 所以它有一点点缺水 你就可以浇了 懂吗 你一摸就知道 那稍微有点干燥 就立马给它浇水 就可以了 这样它永远不会缺水 也永远不会浪根 非常适合胡椒木的一个生长 大家记好了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 胡椒木对土壤的要求 以及换盆的技巧 那胡椒木这种植物 它对土壤的要求 并不是特别高 你不论是用路边挖的田园土 还是家里高档的营养土 都可以种它 但我个人建议大家 在家里养能用营养土 就用营养土种 因为营养土是人工配置的 它疏松透气肥沃除菌除虫 而且非常轻便 更适合家庭养 因为管理难度比较小 大家用了就知道 这是第一个 它对土壤土质的一个要求 我再来讲第二个 就是这种植物 很少有人知道 它对土壤的酸碱度 还有要求 它比较喜欢微酸性的土壤 惧怕碱性土壤 然而我们家庭花友 绝大部分的土都是碱性土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家里的自来水 是碱性水 你长期用自来水浇花之后 这个土就一天比一天偏碱性了 尤其是北方花友 它的自来水碱性更重 长期浇水之后 这个土就碱得不得了 表面都会形成一层白霜 这个就是严重的土壤反碱现象 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把这个碱性土种胡椒木 它会大面积的黄叶 生长不良 落叶 所以大家一定要给土壤调酸 尤其是北方花友 那具体怎么去调酸呢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在家里准备一些硫酸亚铁 硫酸亚铁是一种土壤调节剂 它可以把土壤从碱性土转成酸性土 具体怎么用呢 它是一种粉末 听到了吧 我们把这种粉末对水稀释1000倍 就是一克的硫酸亚铁 对1000毫升的清水 然后你每隔一个月 给这个胡椒木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一个月一次 这样就可以把它的土壤 转变成为酸性土了 而且你一年坚持使用 一个月一次嘛 坚持用 这样你一年到头 你怎么用自来水浇都没有关系 所以大家一定要用啊 尤其是北方花友 好 说完它对土壤的要求 我们来讲一下它的换盆技巧 那我们家庭鸟胡椒木要不要换盆呢 答案是需要的 因为它长满了之后换一个盆 它会长得根系的生长空间更大 会长得更好 但换盆有以下几个注意事项 第一个 我们家庭养它 至少养到一年以上再考虑换盆 因为一年以上基本上花盆长满了 如果花盆没长满不要换 第二个就是你换盆的时候啊 一定要提前观察一下 它用什么土种的 那么我们换盆的时候 就要选择同样的土壤或者土质接近的土壤 防止土质不接近 导致它不服盆死苗 土一定要接近 第三个就是你换盆的时候 千万不要一次性给它换太大的盆 很多花友原来是个小盆 突然换个大缸 那不行 土太多了 换盆 那花盆大土太多 还是会浪根的 所以我们给它换盆比稍微的 稍微的比原来花盆大一号就可以了 就稍微大一点 不要贪大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胡椒木的一个透气性要求 胡椒木这种植物啊 比较喜欢养在开放通风式的环境里 它需要贯通的风能够吹到它 这样的更有利于它的生长 但很多花友问 我家里就是封闭阳台 能不能养呢 想养也是可以养它的 封闭阳台养护的话呢 你注意以下几个技巧 第一个 我在封闭阳台养 尽量靠着窗户养 封闭阳台总会有窗户的 多少有风能吹到它 第二个它的前后左右 不要把其他太多的植物跟它挤在一起 这会影响它的通风性 植物跟植物之间一定要隔开一些距离 这个很重要 接着我们来讲解一下胡椒木的施肥技巧 那我们家庭养它要不要施肥呢 是要的 很多花友常年不施肥 是严重错误的 因为花盆当中内部的土壤 只能够供给它两三个月的生长 三个月之后 这个土壤内部养分就消耗殆尽了 后期就是朝天长靠天长了 很难长好的 所以肥料我们一定要用 怎么用呢 我教大家一个双季施肥法 这双季呢 并不是指的春夏秋冬这四季 而是指的胡椒木的生长季节 和非生长季节 那生长季节就是指的它 长根长枝长叶萌芽 这都叫生长 这都叫生长季 那非生长季呢 就是指它不长了 停了 这个叫非生长季 明白吧 那我们生长季节用什么肥料呢 我个人推荐大家 你可以使用一些三元素复合肥 因为三元素复合肥 这种肥料好啊 它是通用的 什么花都能用 而且这三元就是指的氮磷甲 这三种元素 它都富含 所以能全方位促进它的生长 明白吧 那用的时候也非常简单 我教下大家 在生长季节 我们每隔20天左右 然后呢 你就咬一勺三元复合肥 然后给它撒到花盆边缘就可以了 它是颗粒肥 撒进去 花盆小一勺 花盆大两勺或者三勺 以此类推 然后你每一次浇水的时候 你就故意往有肥料的位置浇 懂不懂 这样每一次肥料都会被稀释 然后被它吸收掉 这样的话就能够促进它生长了 所以这个就是20天一次复合肥 这个是生长季节 那来到它的非生长季节 就是比如说冬天太冷它不长了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用复合肥了 这个时候我们用什么呢 用有机肥 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种羊粪肥 你可以用它 或者你家里有发酵之后的牛粪肥 鸡粪肥 包括蚯蚓粪肥都可以用 或者菜籽饼肥 芝麻饼肥都可以用 这都是有机肥 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它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这些有机肥用到土壤里面去之后 不仅可以补充养分 让它在冬天储存 而且还可以给土壤补充大量的有机质 预防和改善土壤发映和半截 而且它不烧根不烧苗 适合冬天用 怎么用 我们在冬天每隔一个月 也把这种羊粪 这种有机的肥料 适当的取一点 埋到它的花盆边缘就可以了 一个月埋一次就够了 这样就完成了施肥的工作 下面我们来讲解一下 胡椒木的一个过冬技巧 那胡椒木这种植物 它属于一种热带植物 是比较怕冷的 所以不论您居住在哪里 世界各地任何地方都行 只要你观察到 你的户外温度开始低于10度 那么我就建议你把胡椒木 搬到室内来过冬来保温了 因为它长期低于10度 很容易冻伤的 一旦冻伤大面积黄叶落叶 是不可逆的损伤 长期低于5度 很有可能直接把它冻死了 明白吗 所以我们养胡椒木 一定要在冬天给它保温 这是第一个技巧 第二个技巧就是 胡椒木它还是一种 比较喜欢高湿度的植物 惧怕干燥 然而冬天往往很干燥 尤其是北方花有家里有暖气 一看暖气湿度可能不足50% 如果你长期养 把胡椒木养到这种干燥的环境里 很容易出现黄叶子 大面积黄叶子 这也是干燥引起的 怎么办呢 我们要给它加湿 懂吗 如果你家里有加湿器 靠着加湿器养 当然最好 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准备一个喷壶 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 给它喷喷雾水 像这样 把它叶子上全都打湿 或者打湿了 然后傍晚的时候 就是太阳落山了之后 再喷一次 一天 记住 至少两次 原则上是越多越好 至少两次 这样可以大大增强 它叶片周围的空气湿度 预防黄叶的发生 这个加湿是极其重要的 冬天大家一定要注意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 胡椒木的修剪技巧 那胡椒木这种植物 它没有硬性的修剪需求 但是有两个技巧 大家一定要注意 第一个 就是我们如果发现 胡椒木上方有黑叶 枯叶 黑枝 我们一定要把这种 病害的叶片跟枝条修剪掉 以防上方携带病菌 它会继续的传染 其他健康的叶片 懂吧 所以看到这样的枝条和叶片 一定要剪不要留在树上 第二个就是呢 如果你的生长姿态 不符合你的观赏要求 我们可以做造型修剪 比如说有的枝条长得太高了 你可以给它剪短一点 或者有的枝条严重偏左偏右 你可以给它修剪掉 或者有严重的交叉枝 细弱枝 病害枯死枝 都可以剪掉 这个都是让它更漂亮 符合你的观赏要求 这种造型修剪啊 它是根据每个人的喜好而来的 不是硬性要求 我们最后来说一下胡椒木的繁殖技巧 我们的家庭要繁殖胡椒木的 一般采用扦插繁殖的方法 我们剪下任意的胡椒木的这条 就能够插到土里来成活 这个叫做扦插 那繁殖的时候 有以下几个技巧 大家注意一下 第一个 我们扦插的时候 不要保留过多的叶片 把顶端的叶片少量的保留 就可以底端全部去除 这样可以减少叶片的蒸腾作用 来提高它的成活率 第二个 扦插繁殖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用干净的新土来扦插 不要用用过的旧土 因为旧土里病菌太多 容易呢 黑杆死苗 第三个就是 如果你家里有快速生根粉 或者植物生根液 那在扦插之前一定要使用 这可以大大提高它的生根速度 提高我们的扦插成活率 好的 那这期关于胡椒木的课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欢迎大家点击关注 这样就可以关注到我更多的养花课程教学了 我们下堂课程再见了